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开演出时 每每能获得热蝶的回响 演出的团队也是主办单位 从各国邀请前来表演 相对 也能观赏到不同国 不同风格的鼓励 以及舞台表演的呈现方式 此次岁遇上好大雨 现场观众却也依旧踊跃乐情 丝毫未受到与世影响 甚至能现场配合节奏 一起拍手互动 台北极鼓集团员代表 张玉山说 办了这个鼓舞节 我们也参加过了蛮多的届 然后就是因为鼓舞节 可以集合台湾非常多的鼓艺团 然后在这个地方 可以一起大家交流 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因为平常我们这些鼓艺团 其实是很不容易 可以聚集在一起的 出发于台北的青年打击团队 织状刺激古籍 承袭日本太古传统 与经年现代爵士古籍 实现太古之人的 心计体制三大宗旨 融入东方雪滚乐 武术动作 舞蹈御动与剧场人数 将太古撼动荷兰的冥想层次 透过精益如松般肢体 展现出的丽与美 结合新生代多样丰富的创作能力 充分展现东方艺术国家特质 台北几古籍的创始团长张佳琪表示 二十年前我在日本的一个太古团 叫Tao在这个地方 做研修生 然后做准团员 那被太古感动影响 进而让我回到台湾的时候 我认为我必须要让台湾人 看到这个太古艺术 然后于是结合我过去索学 舞蹈跟国乐 这些综合的元素 加在里面 然后成就像台湾几古籍的一个风格 台北几古籍的成员 皆来自表演艺术相关领域 每位成员除了多年的舞台时间外 条件上更为财貌兼致水挑出的佼佼者 台北几古籍 以期望以表演艺术的活力 改变这世代年轻辈的价值观 让所有的观众 体见着澎湃的声音 我们去 台北几古籍 公民记者蔡宗和 高文成台北市新医区采访报导